Hello 大家好 这不是快到520了吗 我猜很多人肯定会在这一天领证 然后呢领完证呢 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拍婚纱照 啊 终于有一个契机 让我把想出了很久的这么一期视频 终于可以出出来了 那我为什么想出这期视频呢 因为在拍婚纱照这上面 我真的有很多话想说 我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经验还是挺多的 然后拍的也比较成功 虽然我的婚纱照那是好几年前拍的了 但是现在就算拿出来应该也还是蛮好拍的 对吧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只带来一个耳环 不是因为我走在潮流的先锋 而是另外一只真的找不到了 就只找到一只 我当时这套婚纱照拍下来呢 身边朋友的反响还是挺好的 然后呢他们都以为我这套婚纱照花了很多钱 因为你们知道现在其他地方我不知道 在北京拍一套婚纱照 随随便便就一两万 但是我这一套婚纱照一共有五套服装版 才花了六千块钱 算是比较便利的 你们这些小年轻啊 千万不要以为 只要选了一个照婚纱照的店 然后后面什么是都不用管的 就能出来很好看很满意的照片 根本不是这样 拿到一套你满意的好看的婚纱照 究竟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接下来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视频 首先你得确定你要拍的风格 那现在的主流婚纱照的风格呢 主要是说一个是欧美大气磅礴风的 然后韩式唯美清新风的 还有就是中式大红色喜庆风的嘛 那我觉得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中国人嘛 那这个中式的喜庆的我觉得一定要来一套的 那这个白色婚纱的我们到底是要选这个欧美大气磅礴风的呢 还是韩式唯美清新的呢 这个当然是没有好坏之分看个人的喜好啊 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韩式的 因为那种大气磅礴的 你们发现没有 它的照片看上去是很大气 但是看不出是谁 所以我觉得拍了一组婚纱照 就是看不出来是我这一点 也是有点难以接受 那韩式的这个婚纱照呢 它比较注重人 就它的景别 就它的这个景啊 不会特别大 一般都是人味比较大一点 而且它的那种光影关系 那种构图画面的感觉 以及拍照的一些表情姿势 我觉得会更好地表现出 两个人的比较亲密的关系 比较甜蜜的回忆 好 你在确定了婚纱照的风格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选拍照片的变了 那我知道 我口牙上名单 口不怕 我要去看一下 摸有单 继续啊 我就在大众品名上面选 找到了两到三家 我觉得还比较OK的 价格适中 然后课片 到那个婚纱照婚纱照的店 不要看人家的样片 就不管你们去哪里照相 都不要看人家的样片 拍样片的那都是模特 模特是一种什么生物 就是怎么拍都会好看的一种东西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课片 那就是普通人就长相比较平凡的 凡人拍出来的照片 如果那个照片都好看的话 那就说明这家拍的不错了 然后我就找到了两到三家 于是我就在一天之内 走访了这三家照婚纱照的店子 你走进的这个店呢 首先迎面而来的 就是店铺的销售 我当时走访了这三家店呢 第一家店被我pass掉的原因呢 就是它性价比不高 它当时好像是只能拍三套 还是四套 要八千块钱 那这个套的意思是指服装啊 就是比方说一套服装给你拍个几张 就是它的这个服装也不多呀 经收片的数量也不多 价格也不便宜 看着也就那样然后就pass了 第二家呢感觉还不错 而且它说它能够给我一个韩国的摄影师 一般如果韩式婚家照 韩籍的摄影师比中国籍的摄影师要贵一些嘛 然后我就本来都已经想就是订了这一家了 结果我是第二天当时第一天来不及 我第二天才去的第三家 我最后订的就是这个第三家 这个第三家的销售真的是 我跟他说我说我昨天去了那一家 同样的价钱给我这个韩籍的摄影师 结果你知道这一家是要怎么说的呢 你信他的 你知道他是韩国人还是朝鲜人吗 我当时我当时就虽然说不能完全信他的话 但是我当时真的有一点怀疑 但是我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原因来 最后选择了最后这一家呢 是因为他们说可以让样片摄影师帮我拍 这就是他们家所有的样片都是这个摄影师拍的 虽然这个摄影师他不是韩籍的 但是他他们家的样片都很好看 所以我建议你们选摄影师啊 也选就是他们家的你甭管什么第一柜还是第二柜第三柜 你就选样片摄影师我觉得这还蛮安全的 为什么他们能让我用一个就是普通的价格 而让样片摄影师给我拍呢 就说到这个奖价的问题 那我跟你们说啊 这个拍婚纱照的这个店啊 竞争是很激烈的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怕奖不下来价 我还想起一件事情我不只去过三家 我还去过我还去过一家 就是那个现在广告打得很响了 就是天天在我朋友圈里出现 虽然有点小贵 但是巴拉巴拉巴拉 每次他后面那句话我都没有记住是什么 我就记住了第一句 每一次的广告的第一句都是 虽然有点小贵 我每次你看到这套广告我心里想 好了好了知道你贵好了 知道你贵不用宣传了好吧 去OK回过去再讲我们就是刚才没有讲完的那个地方 关于奖价 婚纱店的这个竞争很激烈了 所以当时我就跟他们奖价 一开始好像是只同意七千还是六千多 然后当时呢我就是我并不是甩一个策略 我真的就是说 我说那好那我回去再考虑考虑 我确实就是想再回去考虑考虑 但是我一起身 这个门刚要去伸手打开门 后面的销售就一声喊着我 哎别走嘛别走嘛 那个可以的可以的我们就六千买就六千 然后他同时给了我好几个游会 第一价格妥协了 第二让样片摄影师给我拍 第三让什么造型总监给我做造型 然后我一听还挺心动的 然后他就贴下来算了 就付了钱 所以如果你们在讲价 讲不下来的时候可以试一试说 啊我再回去考虑一下 然后好定下来之后就到了这个拍摄当天 我跟你说我拍婚纱照当天 其实一开始还蛮失望的 因为人家的那个照片出来 那个婚纱本来就很好看很美的 但是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 他们拍婚纱照的地方的婚纱都非常的旧 破又破又旧 但是拍出来都很好拍 因为很多细节拍不到 而且可以修图 然后我当时到了之后我就 啊这个婚纱照怎么这么破呀 大的大小的小 然后脏兮兮的 然后我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总监造型师 就是那种还脸脸还蛮臭的那种那种人 然后他就说婚纱都是这样的啊 破细能修图 然后我就很很不情愿的 很失望的选了一件 然后在选婚纱这上面呢 因为比方说我选了三套婚纱嘛 三套婚纱 你要把三套婚纱的这个风格拉开 我选的一个是这个鱼尾的 一字尖的就比较韩式 还有一个是这个抹胸的空空裙 然后大脱白 诶是叫脱白吧 还有一套也是鱼尾的 但是这个鱼尾就稍微活泼一点 下面是这个蓬蓬的 中式的我选的是一套这个绣和服 好选好了服装之后就要化妆了 我跟你们说化妆这一块啊 你们千万不要完全百分百的相信化妆师 你们不要以为只要是化妆师 个个都是非常专业的 也又化出来很雷人的 所以你要自己去把控每一个细节 比方说你并不适合韩式平眉 他给你画了一个韩式平眉 那你就要跟他说no 你平时用的粉底色号都比较白 你就是喜欢自己白白净净的 结果他非给你用了一个黄黄的粉底液 完了还跟你说 这样才给你的脖子衔接呀 这样子才是你自己最健康最自然的肤色呀 你要跟他说no 一切都按你自己的习惯来 还有包括就是韩式婚纱照 一般都会给你涂那个咬唇嘛 但是我并不适合咬唇 因为我的嘴唇又小又薄 所以我涂了咬唇 那个嘴巴就不好看 所以他给我涂这个韩式咬唇 我就跟他说我不要 我说你就给我涂全唇 然后果然出来的效果比咬唇要好看很多 所以你们在外面不管是拍婚纱照还是拍写真 都不要完全相信化妆师 要有自己的判断 自己的理解 然后拍照姿势 当然这个摄影师会告诉你怎么摆 但是他告诉你怎么摆的呢 你自己也可以经过一些筛选 像他让我们摆的一些比较摆拍的那种姿势 我就跟他说我不喜欢这样的 我喜欢就是动态一点 然后自然一点的 所以我们的婚纱照拍出来也是相对于比较自然的吧 我觉得 然后有一个细节问题 我一定要提醒你们 不管是拍婚纱照还是婚礼 建议你们选那种 就是尽量穿 不管是运动鞋还是凉鞋还是什么鞋 就是穿那种护底的 但是是比较平的 然后你拍到需要落到鞋的照片 你再穿你自己换你自己喜欢的鞋 那这个一个婚纱照成功的几个重要因素 摄影师 我选了一个他们家的样片摄影师 然后呢我个人觉得我的表现力什么的 还是比较这么说好就有点自恋 就是我觉得我有实力达到样片模特的标准 然后造型师 虽然那个造型师我觉得很一般 但是在我的各种把控之下出来的造型也还可以 最后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就是修图 修图这部真的非常重要 它既可以把人修成鬼 也可以把鬼修成人 还是遵循一个原则 不要完全放手 要自己盯控 我先跟他们提前说好了 我说你们不要一口气把片全修了 免得我不满意又要返工 我说你们先修两张 先修两张发到我邮箱 我认可了这个磨皮的程度 还有这个修胖瘦的这个程度 咱们再继续往下修 果然不出我所料 发给我的他们修好的那两张照片 磨皮磨得巨烟重 然后把我一个一百多斤的一个正常人 修成了一个七十斤的瘦子 我明明是一个方脸 菱形脸的这种 这种有棱角的脸嘛 它给我修成了一个就是 佟丽雅一样的瓜子脸 当时我就说不行不行 改了两三次吧 然后终于修到了我一个满意的状态 我就说OK 其他的就按照这么修 你们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不 然后通知我要去选片了嘛 都说好了 人家去选片 顶多选个是吧 半个小时二十分钟 选完了就走了 我拿了张椅子坐在修图师的旁边 盯着他 你们所有照片 一张一张的过 一张一张的改 我觉得那天那个修图师 显得就是人生最黑暗的一天 我觉得他都要崩溃了 他们本来那个修图师的办公室就很小 然后我还挤在他的旁边 然后每一张 每一张OK 第一张 第一张 这个脸这个地方 往右来一点点 这个腿这里往左去一点点 就是每一张这么过过过过 每一张这么修 我看着他修 修了一个下午 但是我跟你说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提出的这些修改的地方 真的不是说很鸡肋的 修了跟没修一样的 真的是很重要的 就比方说我那个中式的那一套 做的是一个有靠背的椅子 然后每一张 他那个靠背都露出来的 然后我就让他 盯着他把靠背全部都修掉 然后还有一张是 我和大老前拿着一个那个黑板 黑板上面 你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照片 上面写的是什么 你可以嫁给我嘛 好的我愿意 但是实际上那个黑板上面 是什么字都没有写的 而且是脏兮兮的 但是我看到这个照片 我说 我说这个黑板这样不行吧 上面给你来几个字吧 然后他就说 没关系啊 这样可以啊 这样可以啊 我说你别敷衍我 你赶紧把这上面给我批几个字 然后他一开始给我批的字 都还很假的 就是还没有现在这么自然 就很假的几个字 一看就是批上去的 我说不行 我说你得给我搞自然 然后他来了会不会搞半天 终于搞得自然了 然后就出来现在的效果 所以我后来跟 来问我的朋友说的是 我说即使 我告诉你我在哪里拍的 你去拍 你如果什么都不管的话 那你拍出来的照片也不一定会好看 所以这一期的这个 想表达的重点呢 就是不管你选哪一家 你都不要完全信任 你的摄影师 化妆师 修图师 你都要自己提出你自己的想法 自己做好各种功课 然后呢 还有一个经验之谈 就是不管是婚纱照 还是写真照 他不是都会让你什么选册子啊 什么相框啊 当时我真的是就是 我都已经决定 我说我不要任何的食物 因为现在在家里面挂结婚照 是一种很土的行为 像谁还在家里面挂个结婚照啊 那就是十年以前的事情吧 所以像什么大相框 小相框 我一律通通不要 你万一后面要的话 哎 我突然醒起 我上个星期发的Vlog 床头还挂了我的婚纱照 但是那不是我家 那是我爸妈家 他们愿意挂 是哪 我也管不着 但是呢 选片的那天呢 就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被他们那边的人迷惑了 你知道吗 就跟我说哎呀这个相册多好多好呀 怎么怎么样啊 一顿说 最后我多花了一千多块钱 买了一本那个食物的一个相册 拿回来以后 就这么多年哦 好几年过去了 一次都没有翻过 而且我还嫌他占地方 而且你就算想打印出来 给父母看 给老 给家里老人看的话 你自己去淘宝 找个地方去哪里 打印 制作成册 制作成相框 便宜多了 比他们的店里 还有包括金修照 也是哦对加金修照很贵嘛 一般什么加一张 加里加一百 加两百这种 也不要加 自己去淘宝上找人 你去淘宝上找一个专门这个修照片的 你就把他修好的一个金修 给他说我要修成这种效果 后来在淘宝找的是 十块还是二十块一张来着 所以加金修 还有什么 制作产品 买产品这种东西 不要弄 好了以上就是这些的内容 虽然我是一个美妆博物 但是我真的很想就是碰到这种 可能跟美妆没有什么关系的主题 但是我很想跟你们分享 所以我还是会在视频里面跟你们说 我发现年纪大与年纪大的好处 就是有很多事情我都已经经历过了 有很多亏我都已经吃过了 我可以这样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 就是传授给你们 让你们少走一点弯路 好那这期视频就到这结束了 祝大家过一个开心又幸福的520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